你的报告 您好 我来取一下那个蒋晓涵的报告 你是她的家属吗 我是她的家属 把这报告赶紧去找组织生看看吧 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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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帆你听我说一帆 那报告出来了 你给我看看 住院部的报告 也需要你过来去吧 不通常人家都会直接送到病床上吗 你是有多担心啊 才回去活留自己帮过来去 那回家吧 回去干什么呀 你那个想画一辈子 照顾一辈子的女人 不就躺在那儿吗 照顾她就行了 真的挺好的 我当她的家属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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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习迢了 上 我觉得你太冲动了 我的儿子我知道 他现在是摇摆 没骗你 我知道也骗不了你 就是原则问题 雨明绝对不会碰 你 你再给他一点时间 不是 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 喂 喂 怎么说呀 她说雨明要是对条款有意见 可以改 然后说忙就挂了 怎么 就这么散了 雨明 妈跟你说啊 不管你对小韩多崇拜 你现在必须马上出马 想办法让她撤喽 妈 又怎么了 你嫂子已经把这离婚协议 放在家里了 妈 我现在没心情管这事 不行 你必须得管 都到什么时候你不管 不行 快点 好了 好了 不说了啊 挂了 一个也指望不上了 一个也指望不上了 你什么时候跟杜梁哥钓鱼去啊 这回该你出马了啊 嗯 你真的费吗 他在家里不开心地 就算下来 那边呢 这回항一下 在家里之间 他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喂 嫂子 嫂子 你说我怎么办呀我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到现在才知道你没反应啊 我三个月才来一回 而且我问过医生了 说有的人怀孕三个月没反应 你还问过医生吗 你这段时间不是跟保时接大叔 就是跟马阔连那么那么多自爱 不是 跟他们都不是 我跟他们什么都没有 你给我撒什么谎 到底是谁的 是不是马阔的 你先帮我想想我该怎么办嘛 我 我 我知道你不靠谱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不靠谱 你自己的身体自己不知道爱惜啊 哎呀 嫂子 我知道错了 您好 嫂子 我俩知道 行不行 我这怎么办事啊 我这怎么办事啊 你这不对吧 你这点啊 你这没错 去看 来 亲家 我想问你这鱼要上钩了 这杆什么感觉啊 你这杆就沉了 沉了以后呢 你就往上带它 一直把它拉上来啊 哦 哦 知道 亲亲母 您这是干吗来呢 您怎么莫名其妙地 跟我套近伙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亲亲 你看你这说的 我不是跟你莫名其妙 我这套近伙 是这俩孩子 你看咱们这当老的 都管不了了 所以我是觉得 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是吧 聪明姐 我跟您之间 没有什么好团结的 这俩孩子既然这样了 那也很简单 那就是你 怪不得江亦凡这态度呢 这您给吹了风了 我吹什么风了 我 他什么态度啊 你还讲什么态度啊 现在啊 依凡要跟宇明离婚 那离婚协议书 都放在家里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 亲家母 他们俩之间的这件事情啊 我太清楚了 我问你一句 这个小韩 现在怎么样了 不是亲家 咱们都是从年轻过来的 他们俩分开那会儿 您说让 宇明这辈子就完全把小韩忘了 这不可能我也不信 您算了 这事现在都过去了 提他干嘛呢 我今天是想让您 也跟着想想招 怎么咱也不能让这俩孩子 这么着就散了 我是这意思 那个亲姐啊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小雪 依凌姐 昨天那个王先生 咱不约好 你今天这个店去他那一趟吗 你替我跑一趟 行 我现在就去 好 谢谢啊 你结婚之前 姐就跟你说过啊 人一过了三十都是一本书 宇明也是 那个时候我就劝过你 他这本书你才翻了几页 先别着急家 可你不信 结果现在呢 是不是这本书越翻 发现问题越多呀 所以我现在决定 把这书扔了呀 那扔了以后呢 既然看三页 你就决定要嫁 就不要幻想 越往后翻 能让你越来越满意 得要做好 让你不满意的思想准备 人生不就是在 错误当中成长的吗 好歹我这辈子 也算是结过婚了 我也圆满了 我不后悔 那是因为你 现在还没离呢 离了之后 你就知道后悔的滋味了 你烦 男人啊 稍微有点基础的 离了婚之后 都能成抢手祸 二十几岁小姑娘 挨个儿排队等着 可是女人呢 只要一过了三十 在大多数男人眼里 首先这个年龄 就成了他们淘汰的 第一个原因 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这么世俗了 是有不世俗的 那也许人家已经结婚了 或者 有不世俗的还担着 可人干嘛非得要陪着你 这么一个离了婚的 大龄圣女疗伤啊 林伟之前我觉得 她也不世俗 可现在呢 所以你一直拖着不离婚 你不觉得这样 太折磨了 离了婚以后就不折磨了 你用十几年的青春 栽培了一个男人 到头来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看着他们 花你跟他之前挣的钱 住着你们的房子 带着你们的孩子 可是这个女人呢 折腾来折腾去 找来找去 好像还不如原来的 那个她 我可不想陷入到 这种离婚之后 不对等的待遇当中 所以你也别烦声 姐 以前 我一直觉得你挺轻高 挺骄傲的 什么时候变这么现实的 这个不是解天生就坏的 是一定要点 警力过来的 我访问你 你真的还好吗 我讨论你 我讨论你